有人欢喜,自然有人愁。 通源钱庄存款人数暴增, 就意味着其他钱庄不仅没人存款, 还会有更多人取款。 一个存银要付保管费, 一个不仅不要给保管费, 还额外有利钱, 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种事要怎么选择。 没有意外, 其他的钱庄都涌现取钱热潮, 而通源钱庄对面的傅天钱庄, 无疑是最惨的。 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就算有人想去傅天钱庄存银子, 可看到通源钱庄的介绍, 还是忍不住多问一句。 得知通源钱庄是崔靴苏家联手办的, 东文的百姓完全不担心被骗。 傅天钱庄本想借临初九发补偿银子的机会, 吸收一笔存银, 好缓过这一波打击, 没想到不仅没有迎来存款小高峰, 反倒迎来更大一波的取银热潮。 这一次可不像之前那样小打小闹, 之前一直是普通老百姓在取银子, 一天能取个万把两就是顶天了。 这次各大商家, 有钱的富农都将家中的银票全部兑成银子, 然后存在对面的通源钱庄, 一天就取了足足五百万两。 傅天钱庄存银少了三分之一, 傅天钱庄的司管室都要哭了, 为了避免情况继续恶劣下去, 司管室特意上门, 拜访一些还未取银的大户, 希望他们能在这个时候, 与傅天钱庄共度难关。 想法是美好的, 可现实很残酷, 司管室自视自己来自中央帝国, 一向眼高于顶, 连林初九这个萧王妃都不放在眼里, 又怎么会把那些商人放在眼里? 之前的司管室从不担心钱庄没有存银子, 东文的钱庄全部是中央帝国开的, 而这些钱庄又以傅天钱庄马首饰沾, 要是得罪了傅天钱庄的司管室, 你的银子就别想存了。 之前有不少商行的老板, 为了存银便利一些, 可没少给司管室说好话, 林初九早时听到这个消息, 着实惊了一跳, 可随即也想明白了, 垄断生意就是这么傲娇, 东文没有钱庄, 要是中央帝国的钱庄不收他们的银子, 他们只能抬着城乡城乡的银子做交易, 不说方不方便的问题, 就是安全问题也让人忧心呢。 现在情况反过来了, 钱庄市场有了新的竞争者进入, 之前一面倒的局面被打破, 虽说有不少人爱于中央帝国的威严, 不敢不给司管室面子, 可也有人在司管室面前受够了气, 不想再受气的, 于是这些人面上应下司管室, 转身又派下人或者亲人去取银子, 也不多, 一次只取个千八百, 左右银票上没有署名谁值是谁家的。 司管室本以为自己淤尊降贵亲自上门, 那些个低贱的商骨, 一定会吓得不敢再和他作对, 哪里想到, 此举不仅没有一直取银狂潮, 反倒银的外面传出复天钱庄没有银子, 管室上门警告大商户不许取银的消息, 此消息一出, 全城的百姓就疯了, 原本观望的人, 这个时候也匆匆去把银子取出来, 甚至影响了周边几个城镇, 司管室原本想从周边几个城镇掉银子, 这下对方还要向他求助, 这世间有一个奇怪的定律, 那就是好事会一剑接一剑, 而坏事也会聚在一起同时爆发, 让人应接不暇, 就在复天钱庄面对几对风波, 快要撑不下巨石, 复天钱庄运银子的船翻了, 整船五千万两白银, 缠入大海, 没有踪迹, 这件事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东文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当即就大肆宣传, 而没有存淫的复天钱庄, 在撑了一天后, 终于宣告存淫告庆, 提前关门的消息。 此消息一出, 手上握有复天钱庄银票的人都疯了, 他们一个个围在复天钱庄外, 要复天钱庄给个说法, 司管室的住处也挤满了人, 而有关系的人, 则想办法托人把银票带到外地去取, 只是外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经常一片混乱, 那些握着复天钱庄的银票, 却没有取到银子的人, 一个个就像死了亲人一样, 天天在复天钱庄外油画, 要不是碍于中央帝国的威严, 早就砸了钱庄。 复天钱庄的司管室, 这个时候也不敢再摆架子, 站出来安抚百姓, 说明复天钱庄的背景, 解释暂时取不到银子的原因, 并保证三天内, 复天钱庄正常开业, 到时候会继续兑换各位手中的银票, 不会让他们的银票变成废纸。 司管室毕竟是中央帝国的人, 复天钱庄之前也一直好好的, 听到司管室的解释, 许多人稍稍安心, 静等三天后, 复天钱庄重新开门。 司管室许下三天之诺, 而凭现在的情况, 司管室是不可能在三天内调来存银, 他只能把主意打到东文的国库。 一向不屑与东文皇帝打交道的司管室, 亲自求见皇上, 向皇上借银。 借银? 东文皇帝怎么可能借银给他? 可要直说不借, 就是得罪中央帝国。 所以, 皇上无耻地一摊双手, 说道, 东文国库有多少银子? 司管室想必很清楚。 这些年, 东文国库收上来的税收, 有七成是复天钱庄的银票。 要不, 朕借些银票给你。 皇上这是威胁, 这绝对是威胁。 这些年, 国库收来的税银大多是银票, 虽说只要拿着银票上门, 复天钱庄就给对, 可明明是花自己的银子, 还要受人监管的感觉, 真的很不好。 皇上心里是不满的, 司管室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气得差点吐血。 皇上也好心, 给司管室指了一条名路。 萧王妃前不久不是取了三千万两银子, 司管室可以考虑找萧王妃借。 临初九取了三千万两银子, 说是发放百姓的赔偿款。 结果, 临初九却是发了一堆通人钱庄的银票出来, 而这些银票, 是拿从张家搜出来的东西抵押借来的。 临初九一分银子都没有花, 司管室知道这个时候找临初九不是什么好选择, 可他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从皇宫出来, 司管室便让人给临初九送帖子, 说要亲自上门拜访。 临初九把玩着赴天钱庄送来的帖子, 嘴角扬起一抹玩味的笑。 告诉苏茶, 可以行动了。 啪! 临初九起身, 手中的铁子落在地上, 发出一声闷响。 曹管家, 准备准备, 下午有贵可到。 有赴天钱庄出手, 帝国张家还敢在东门嚣张吗? 临初九觉得自己真是好人, 大大的好人。 司管室之前可是当众博了他的面子, 可是他不仅不跟司管室计较, 还大度地同意帮他, 要说他不好都不应该。 当然, 要临初九帮忙是有条件的。 司管室, 我和帝国张家有点小矛盾, 我希望司管室能居中牵个线, 帮忙说说情。 临初九把姿态摆得很低, 但条件却不容谈判。 如果是之前, 司管室绝不会理临初九, 可现在他急需临初九手中那笔银子, 只得压下心中的不耐烦, 问道, 你要怎么赔偿张家? 赔偿? 司管室你理解错了吧? 我什么时候说了我要赔偿张家了? 开什么玩笑? 他查封张家的铺子是按流程走的, 完全合法, 赔什么赔? 不赔偿张家, 你要我帮你说什么? 习惯了高人一等, 哪怕求人, 司管室的语气也是傲慢的, 这也就是临初九不在意, 不然, 一般人还真做得出, 把司管室轰出去的事, 说实话, 这种时刻高高在上, 永远不忘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实在惹人厌。 司管室真爱说笑, 临初九高深莫测地看了司管室一眼, 给对方抬阶下, 可不想对方却不领情, 冷着脸道, 我没有说笑。 哦, 临初九应了一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然后端起一旁的茶, 不再开口。 司管室等了许久, 也不见临初九开口, 皱眉道。 小王妃, 你手上那笔银子什么时候存进去, 我可以做主不守你的损耗费与保管费。 司管家说这话时, 还带着施舍的口吻, 要放在以前, 这绝对是天大的面子与人情, 可现在嘛, 司管室还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 还没有明白他已经不是那个 受人追捧的富天钱庄大管室了。 啪, 临初九放下茶杯, 抬谋道。 司管室, 我明天与通元钱庄的苏老板有约。 你什么意思? 司管室脸色大变, 说不出来的难看。 就是司管室你听到的意思, 我们萧王府可不是别的地方, 别说三千万两银子, 就是在家十倍, 我也有地方放。 区区三千万两, 我不一定要放进钱庄不可。 你刚刚明明答应。 不等司管室说完, 临初九就打断道。 我答应了什么? 临初九从头到尾都没有答应, 银子存尽富天钱庄, 他只说什么事好说, 他一定尽力帮忙。 你。 司管室以为自己被耍了, 正想拍桌子, 放狠话, 就听到临初九道。 司管室别动怒了, 我手上还有五千万两 富天钱庄的银票, 你说我要怎么办?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银票? 司管室眼睛大睁, 不可思议地看着临初九。 临初九浅笑盈盈, 温柔地说道, 现在还没有, 但到明天就不好说了。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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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收富天钱庄的银票。 司管室在这一行干了多年, 立刻就想到临初九可能会做的事。 没办法, 外面乱得很, 我不能让东文因一个钱庄而乱, 只好先拿银子出来, 免得百姓不安, 不过我能力有限, 也只能收收普通百姓手中的银票, 那些上万两的, 我确实没有能力了。 富天钱庄的银票, 最小是五两一张, 对许多人家来说, 五两银子, 全家要不吃不喝一两年才能攒到, 这些人要是迟迟取不到银子, 东文必然会打乱。 您初九这个时候, 让苏茶去收富天钱庄的银票, 虽有钳制富天钱庄的意思, 也是为了稳定大局。 听到林初九的话, 司管是知道自己这一次栽了, 不想富天钱庄生育扫地, 他就必须答应林初九。 司管是颓废地坐在椅子上, 问道, 你想怎么样? 林初九眼睛一亮, 欢快地道, 司管是这么爽快, 不也就不管玩抹角了? 司管是暗自撇嘴, 他爽快, 他是被逼的好不好。 司管是, 麻烦你告诉帝国张家一声, 这次的事就这么了了, 三天后他们的铺子就能照常开业。 林初九见好就收, 帝国张家是商人, 商人重力, 他只是弯了张家一成力, 张家要是有脑子, 就不会再与他计较, 毕竟强龙不压地头蛇, 可以。 司管是想也不想就硬了下来, 帝国张家在东闻这些人眼中, 是不能惹得庞然大物, 可傅天乾庄却不会把张家放在眼里, 有能耐开乾庄的, 背景都不会差。 司管是果真是爽快人, 林初九再次赞道, 司管是这次倒没有说什么, 只是扯着嘴皮轻哼了一声。 林初九只当没有看到, 继续道, 司管是这帮爽快地帮我解决了张家的事, 我也不会小气, 三千万两银子也不说什么借不借, 就当我存在傅天乾庄, 司管是什么时候把银票给我, 什么时候带来人运银子就可以了。 傅天乾庄财大气粗, 扎根多年, 手上落有大量的银子, 他们只能短时间内找对方麻烦, 根本不可能将对方彻底击垮, 是时候收手了, 真要再闹起来, 双方不死不休的话, 吃亏的也是他们。 明日上午, 我会带银票来取银子。 顺利借到银子, 司管是却高兴不起来, 林初九这个女人太惹人厌了, 对于自己栽在一个女人手里, 司管是无比郁闷, 尤其恨林初九与苏茶趁人之威, 可是商场上的斗争, 帝国不会管, 至少明面上不会出手。 司管是带着满夫怨气离开, 林初九则欢喜得快要跳起来。 我要去给肖天亚写信, 报告这个好消息, 林初九欢欢喜喜地去书房, 研磨铺纸提笔。 林初九重点写上, 自己如何漂亮地赢得这一局, 要是皇上多么阴险小技, 什么力都没有出, 就吞了中央帝国五千万两银子, 还不分他一杯羹, 以后再也不和皇帝合作了, 和皇上合作, 太亏了。 林初九还是有理智的, 咄嗦完了就开始问肖天耀, 他这么做有没有太过, 会不会引起中央帝国报复? 林初九在行动前询问过苏查的, 苏查说肖天耀同意了, 并且十分认可, 林初九才实施的, 做的过程中不觉得有什么。 现在事情结束了, 林初九总觉得 有那么一点不安。 复天前庄和帝国张家都是聪明人, 而聪明人就会多想, 他们肯定不会相信, 这件事是他一个女人做的。 十有八九会认为, 是肖天耀在幕后操控一切。 林初九怕复天前庄和帝国张家报复肖天耀, 担心肖天耀在前线出事, 便把心中所想写在信上, 同时提醒他注意安全。 林初九每隔三天都给肖天耀写一封信, 从来不曾落下。 在信里, 林初九什么都会和肖天耀说, 唯独没有关心与担心。 而肖天耀也习惯了, 或者说他不认为自己需要旁人的担心与关心, 而且那些无用的担心与关心, 能派上什么用场? 挂在嘴边的担心, 能让他避开危险, 还是打赢战士? 有没有那些无用的关心与担心, 他都一样能做到最好。 肖天耀从不认为他需要这些虚伪的关心, 可是当他看到林初九写在信上的担忧和提醒, 肖天耀突然发现原来他也是一个普通人, 也需要旁人言语上的关心, 即使这份关心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觉得满足。 林初九的提醒他早就想到了, 也做了相应的安排与准备, 林初九信上所写的那些, 可以说是马后炮, 但他看了却仍旧觉得高兴。 原来这就是被人关心的滋味。 看着林初九反复叮嘱他, 要小心帝国张家, 防备傅天前庄的报复, 肖天耀就觉得心里满满都是暖意, 他一直以为有些事去做了就好, 至于说不说并不重要, 他又不在乎旁人怎么看他, 他又说那么多做什么。 可是今天看到林初九的信, 看到那些写在纸上的关心, 他却觉得有些事要能说出来, 许是会更让人满意。 林初九最近做得很好, 好到让他惊艳的地步, 可他却另于赞美, 甚至另于写信给他, 这样是不对的, 他应该让林初九知晓他很满意他。 刹那的冲动涌上心头, 肖天耀将林初九写来的信, 小心收好, 然后铺纸淹没, 细细写上这段时间的生活, 还有他想尽快结束战争, 回到京城的欲望。 没办法, 哪怕再冲动, 肖天耀也无法写出思念的话, 总觉得这种话不应该是大男人该说的。 男儿志在四方, 怎么能困于儿女情肠上, 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人, 更不应该沉迷于儿女情肠上。 积了太多信没有回, 积了太多话没有说, 肖天耀这一次将之前所有积欠下来的回信全部回上了。 这个时候, 肖天耀才发现原来林初九写给他的每一封信, 他虽然没有回, 可全部记在脑海里。 一连写了数十章, 肖天耀终于满意了, 想到林初九之前抄的一首不伦不类的情诗, 肖天耀想了想, 又在信的末尾加上了一句, 换我心, 为你心, 使之香。 写到这里, 肖天耀又是一顿, 犹豫再三将相爱相意摒除, 写到相知, 换我心, 为你心, 使之, 相知深。 他希望林初九能懂他, 这一生, 能找到一个让他满意, 又有足够能力的女子, 很难。 林初九很好, 他不想放手。 信写好, 肖天耀拿出四印盖上, 可就在他准备封信时, 外面突然传来轰隆的巨响, 随后又是战马不安的嘶吼声和急促的战鼓声。 出事了, 再没有人比在战场上长大的肖天耀更了解, 这些声音代表什么。 来不及封信, 肖天耀将信塞入怀里, 抄起手边的长枪, 飞快地往外走。 而这个时候, 传令兵也积极来报, 王爷, 项群, 北历出动了项群。 项群, 北历哪来的大项? 北历常年冰寒, 山上倒是有狼, 暴等凶猛的野兽, 可项却是没有。 项群只有南蛮才有。 肖天耀曾和南蛮的项群打过, 说实话, 项群非常难缠, 那一战, 肖天耀虽然赢了, 可也是惨胜。 是南蛮, 南蛮人带来项群, 支援北历。 传令兵跟在肖天耀身边多年, 与南蛮项群一战, 他也参加过。 他认识南蛮训项的人, 也认识南蛮的项群。 南蛮果然不安分。 肖天耀握枪的手掠紧, 脚下的步子更快了。 看到南诺瑶与南诺黎出现在东门, 肖天耀就知, 南蛮与西武别有目的。 东门的强大, 对南蛮西武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对中央帝国来说更不是什么好事, 恐怕这一次就是中央帝国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吧。 混乱的四国互相钳制的四国, 远比四国一统更符合中央帝国的利益。 这一次别说他得罪了傅天乾庄与帝国张家, 就是没有这件事, 中央帝国也不会放过他。 看着远处因巨像前行而卷起的一片尘土, 肖天耀隐谋威眉, 不管是南蛮还是西武, 又或者中央帝国出手, 他都不会怕。 出兵。 肖天耀手握长枪, 越上战马, 同一时刻, 他手底下的金吾卫一排列整齐, 随时待命。 和金吾卫相比, 朝廷的兵马差得就不止一点, 等到肖天耀带着金吾卫杀出去, 朝廷的兵马才整理好, 跟在金吾卫后面捡功劳。 后脚声响起, 北历的主帅远远看到冲锋在前的肖天耀, 轻蔑一笑, 进攻! 杀! 肖天耀抬手, 长枪往前一动, 金吾卫刷的一声, 毫不畏惧地涌入战场。 大象的力气非常大, 面对一群训练有素的项群, 饶使肖天耀带领金吾卫, 也占不了多少便宜。 这一战打得十分惨烈, 肖天耀甚至受伤了, 等到这一战结束, 已是日落十分, 这一战说不上谁胜谁负, 北历带着项群进攻, 肖天耀带兵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虽然最终肖天耀挡住了北历前进的步伐, 可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王爷, 你受伤了, 属下就去找金鱼过来。 亲兵发现肖天耀身上的伤口, 忙去喊人, 却被肖天耀阻止了。 不必, 本王, 不是。 可是, 没有可是, 出去。 是。 亲兵不敢违抗, 乖乖地退下, 肖天耀带到人走后, 才将怀中染了血, 被划破的信抽出来。 肖天耀当时会受伤, 就是因为这封信, 可惜, 最后还是没有保住。 信封染了血, 信纸也被划破, 这信根本没法寄出去。 看样子, 你没服气收到本王的信了。 随手将信丢在桌上, 肖天耀的心情颇为复杂。 南蛮加入了这一战, 很快西吴也会加入这一战, 他原计划尽快结束这场战事, 似乎不太可能。 短时间回不去了, 肖天耀闭上眼, 靠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